自古帝王多情种 在清朝最为著名的就是黄太极和顺志了 提到黄太极就不得不提海兰珠 海兰珠是满萌的美女 黄太极一生致哀 海兰珠26岁的时候入了宫 当她16岁的时候 她的妹妹就嫁给了黄太极 海兰珠人长得好看 据说她苗条清秀 白皙娇嫩 抚媚动人 她的美貌如玉一样纯洁 自容绝佳的海兰珠 海兰珠绝对是众多女子中最初挑的一个 海兰珠在后宫三千家里中 为什么能够独宠圣恩 第一因为海兰珠的爵士美貌 温柔的性情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母贫子贵 之前娶得海兰珠的姑姑 哲哲 妹妹 大玉儿 均没有给皇上集贴一男丁 海兰珠第一胎 就给黄太极生了一个儿子 也集十八个 这是时隔二十八年 黄太极才再次拥有一个儿子 这么更是让黄太极 对海兰珠宠爱有加 不过天度红颜 仅仅半年 八个就夭折了 至此海兰珠郁郁寡欢 不思茶饭 离病不起 海兰珠死时 黄太极正在领兵作战 当听到海兰珠病逝的消息时 仗也顾不上打了 只顾回去见心爱的人最后一面 天不遂人愿 见到海兰珠时 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从二十六岁海兰珠进宫 到三十三岁病逝 这七年时间可以说是黄太极最快乐的时光 我希望你来看